hello大家好 我是鷹星儀 今天要各位來開箱 心靈魔術師鷹星的最新著作 曖昧 曖昧這本書是一本 無道具心靈魔術的教學 它裡面一共有7個 不用任何道具的心靈魔術 外加4個衍生的流程 然後在最後還送了8個 bonus的魔術效果或者是程序 這本書一共有109頁 我手上這本書是出版社給我的 我拿到之後大概花了不到兩天的時間 就把裡面的內容全部看完了 看完之後我覺得它這本書有3個 非常值得推薦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它裡面所有魔術都是 不用任何道具的 包括筆記本 包括鋪客牌 包括ESP卡都不用 兩手空空可以讓你在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對任何人表演 看完之後你真的會很想要 馬上找人來試試看裡面的流程 再來它的第二個優點就是 它是一本非常少見 全部是用中文寫的心靈魔術書 如果各位平常有在看 國外的教學篇或是原文書的話 有時候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可能有某些魔術師的台詞或是表演的情境 並不那麼適用於中文的語境裡面 可能魔術師這時候講的話 或是講的笑話或是引導觀眾的一些台詞 沒有辦法直接把它翻譯成中文來使用 但是這本書呢 不管是表演內容 表演效果 魔術的方法的講解 或者是表演的台詞 全部都是用中文寫的 所以對讀者來說 他可以很輕易的把裡面的台詞 直接拿來在他實際表演上運用 尤其是對英文不好的人來說 省去了很多翻譯還有差字典的麻煩 第三個我想要講的他的優點 就是他的credit跟reference 給得非常清楚 比方說如果你看到了某個程序的流程 他會告訴你這個靈感來自哪裡 以前有哪個大師做過哪些類似的效果 或是有哪些魔術師 在這個效果上又做出了哪些的變化 不管是魔術師的姓名或是他的著作 都給得非常清楚 如果你對這個流程或是效果有興趣 你就可以藉著這個credit 去尋找更深入的資料 不管是原文書也好教學篇也好 你就可以找到更深入的資料 讓你自己去做進一步的研究 總而言之這本書都想推薦給兩種人 第一種人是你本身對心靈魔術有研究 那我覺得這是一本很難得 不可多得的中文的心靈魔術的書籍 裡面很多程序我覺得一定會覺得很有意思 第一個是以前沒有在玩心靈魔術 但想要接觸心靈魔術的人 我認為這會是一本非常適合 拿來入門的工具書 因為他當然裡面效果實用性非常高 魔術效果非常好 而且又是中文的閱讀上沒有什麼困難 以上就是我對陰星的曖昧所做的開箱 這本書推薦給大家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我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和魔術相關的消息 請記得到我的臉書專頁幫我按讚追蹤 謝謝大家 我是陰星我們下次見 請記得訂閱全按讚 請記得訂閱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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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asshole